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迦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的重点是日期函数 即上次课我们学习了字不创函数之后 在这一次我们要专门来学习JDK提供的有关于日期类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日期函数呢,这些函数日期类哈 在学习函数之前肯定要学习它的类要构造对象 对象才能调用函数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日期类在加瓦中是放在哪个包里面的哈 它是放在加瓦点UTR包 这里有个UTR包 嗯,重新打开一下 好,重新打开一下,我们找到 UTR包 好,我们有两种打开方式 一种是在这个地方打开,一种是直接从主页面过去 那现在的话呢,UTIR包里面的日期类,我们最常用的就是Date Date Date是日期类 那除了Date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Kalinda,Kalinda这个日历哈 日历,但是日历是一个抽象类,我们学过抽象类吧 抽象类是不能够,是不能够实力化对象的 好,它只能通过它的子类,六子类的方式实现 那我们先来学习Date类,Date类 首先看一下Date类如何构造 如何构造,看一下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有1,2,3,4,5,6 12,3,4,5,6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哇哦,这有好多已过时的方法 第二个构造方法,第三个,第四个,以及最后一个都过时了 只剩下五代参数的Date和给一个长整数的这样一个 Date类型的这样一个,呃,长整数的数值参数的这样一个构造方法 哈,才是未过时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Date 这个Date方法,Date构造方法该怎么构造一个对象 接下来呢,好,我们打开 好,这里已经新建好了一个叫做Test Date一点加网 当然我们构造一个Date类的对象呢 既可以把它作为成员方法 成员变量中的东西 好,也可以把它作为梦方法中来做 那我就直接声明哈,一个Date对象 声明一个成员变量 这里报错是为什么呢 哈,是因为Date类是Java.utl包里面的东西 而我并没有引入Java.utl包 现在我引进来 当然引用新号就代表里面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类都引进来 当然可能效率不会太高哈 我就直接引用特定的这个类 Java.utl.data 好,这个错误消掉了 接下来 我们在哪里 去初始化这个Date对象呢 我们选择在构造方法里面初始化 Data等于NewData 好,Data等于NewData 接下来 System.out.println 咦,我把这个Date对象打印出来试试 好,因为我是在构造方法中去初始化 并且输出这个Data的这个内容 那么方法中要怎么调用构造方法呢 直接就是获取TestDate1的对象 记住,一定要New New的时候才会调用这个类的构造方法 TestDate1 这里呢,我是换了一种写法 把Data对象作为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来实现 接下来运行看看 哦,输出了这个Data对象的内容 Wednesday星期三 Junner吧 是6月的意思 6月18号 9点13分43秒CST 2014 哦,这个是Data对象的所有内容 也就是说我在New一个Data的时候 实际上获取的是当前的操作系统的一个时间 每一个对象特指一个时间点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Data这个对象 既然我们已经构造出这样一个Data类的对象了 那接下来就看这个对象的函数 嗯,我先用一个过时的看看哈 比方说好理解一些哈 因为Data对象特指一个时间对象 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的对象 比方说刚才的6月18号的晚上9点43分等等哈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et day 用这个过时的方法先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Data点 get day 好,看一下 虽然过时的话它就会打一个竖线 但是还是可以用的 诶,get day是3是什么意思哈 get day的话 它表示的是这个日期 当前这个Data日期哈 在这一周中的第几天 第几天其中 0代表3D星期天 因为国外的话 星天是代表第一天 1是Monday 2是Tuesday 3是Wonday 所以我这里返回的是3代表 这个Data对象哈 Data对象就是本周的第三天 啊,星期三 先说一下 先说一下 每一个对象都是具体的哈 具体的 既然这个Data在6的时候 是6的时候 是当前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就意味着 这个对象是有具体的连月日 10分秒的 啊,除此之外 跟着对我还有哪些呢 可以 get months哈 get months 试试 获取它的一个月 虽然也过时了哈 好的 5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的月是从0开始的哈 1月就代表0 我们现在是6月 所以出现的是数字5 很正常 好,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它没过时的 啊,after和 before哈 after和before 看一下 好,这个是date 我还可以有个 date2 等于mio date 接下来 date点 after date2 是什么意思呢 date调用after 就是说 这个参数也是一个date date对象 就是 date这个对象 所指的这个日期对象哈 时间点的日期对象 是否是在date2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顺序 执行顺序 在mio的时候调用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 首先初始化date 也就初始化当前的一个日期对象 紧接着又初始化一个date 先说一下 这两个虽然都是mio date 但是因为时间不同 它其实mio出来的 构造出来的都是不同时间点的对象 即使它们之间只相差几微秒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date对象是否在第二个date对象之后呢 按照执行顺序来说 它是第一个被mio出来的 所以它的时间要早一点 它的时间要晚一点 它是不可能晚于date2的 你行看看 所以出来的是false 好的,这个就是date这个日期类的一个对象 同时我们还介绍了它的一些函数 函数不多 不多,因为很多东西都已经过时了 那过时的方法用什么替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有介绍过了 它都是由Klinda 这个抽象类的set 什么什么方法来替换掉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日期类的对象 就是Klinda Klinda Klinda Klinda的话呢 Klinda C VL 等于 要导包 这里有个快捷键 叫做Ctrl加1 会再自动导入Java.UT2.Klinda 好,它也是在Java.UT2包里面 Klinda这个类 Klinda这个类呢 首先看一下它的声明哈 它的声明是Public Abstract的class 好,它是抽象类 抽象类有个很重要的原则 抽象类 是不能 溜自己的 因为它是抽象的 好,报错了 抽象类是不能溜自己的 那么问题来了 我该如何出实话 Klinda类的一个对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抽象类有很多成员变量构造方法 它不能溜自己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 get instance方法 get instance方法 只不过这个方法是静态的 这个静态的东西好像 我暂时还没有讲哈 嗯,没关系 静态的话到时候专门讲一下 这里稍微简略的介绍一下 所谓静态的方法就意味着 我可以用 类名 Klinda 直接打点调用 get instance 接下来我把这个对象 打印出来看看 看能不能像date对象一样输出 连夜日十分秒 运行 哇哦 它输出了一个非常长的东西 那这个 这么长的东西 貌似好像都是 Klinda这个对象哈 Klinda这个对象 它这里面封装的东西 比方说这里有个什么 Zone info 哦,就是一个时区 是Asia 亚洲 上海时间 哦,最开始是一个time 是一个长整形的一个时间 再然后它有哪些东西哈 有year等于什么呢 2014 month等于5 等等 等等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对象 打点调用它的属性过方法 先说一下这些东西好像是 常量 看一下对不对 翻到前面来 啊 自断 看一下有没有个year 啊,对 这里有个year哈 year其实是Klinda类的一个 成员变量哈 对象打点也是可以调用 调用这个的 好,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效果 诶,怎么出来的是year 而不是2014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明这个year是一个 静态的一个 int类型的字段啊 既然是静态的 是不是我应该用 Klinda类来调用这个year呢 好,我把它改成 Klinda 好,逆行试试看哈 结果发现还是一 好,这说明了什么呢 跟大家说一下静态的变量和方法呢 其实用类名打点调和对象打点调 都是一样的效果 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类名打点调用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出现正常的结果呢 好,使用cl打点调用一个方法叫做get 注意我们这里需要调用一个日期函数 Klinda类的日期函数叫做get方法 get方法的话呢 好,往下走 好,在这个地方返回的是一个int类型 但是呢,它要给的参数是int类型的一个区域字段 也就是说,它这里是返回 给定日历字段的值 那我给定了什么呢? 那我给了一个year year就是int类型的 好,现在运行看看 出来的就是2014哈 我调用的是get方法 接下来我们再使用get方法 调它的moms看看哈 cl点get clean的点 month 但是要加1 保存一下 出来的是2014-51 我们的month都是 都是要加1的 括号 加1 这个表达是越来越复杂了 再输入看一下 2014-6 如果再加日呢 看清楚了 这个加号是算数加外面的加号是字符串连接运算符 好,再用字符串连接运算符 叫点,get,get,clean的点 Date 好 运行看看 哦 还少了一个 减号 保存 出来的效果就是 2014-618 -618 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 Clinda.week of year 或week of month 等等 看一下输出是什么效果 这是本年度的 第25个星期 好 这个get方法呢 是 Clinda这个类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法 这个方法并不是静态的 所以它必须用对象打点调用 好的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已经介绍了哈 今天的日期类的函数 一个是Date 一个是Clinda 两个类的日期函数 好 本节课的内容 到此为止 请同学们下来 再仔细看一下API文档 好 本次课到此结束 再见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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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